这样费率是A跟B是分开算还是一起算 一起算 好对不对 等一下 我慢一点 先重来先没有这个 假设都不楼高都 假设这是15公尺高 这不能15公尺不要不要 来一般厂房 假设10公尺高好了 这个是5公尺 5公尺就一楼 10公尺两层楼比较高的楼板高度 这样费率合在一起分开算 分开 分开对不对 如果这里是14呢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因为15公尺是低销对不对 对不对 15公尺是低销 好 然后 来15公尺以内通通都算合在一起 对 概念上是这样子 好 但是有可能这个 现在如果是一般的那种工厂 大概不会盖到很高 但是现在科技科学园区是不是很多厂房 他可能是60公尺高啊 然后这这一栋可能是10公尺啊 所以这个距离不能少于什么 20 这里如果我们先不看后面这段话 这里先不管他 是不是不少于较高的 你应该要是60 对 就是刚刚江老师讲的 我倒下来不要去压到他 概念上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他有一个butt在后面 只要你的消费额上限是20米 所以你只要超过20米 这里是21 他就分开算了 OK